哎呦 说他的菜鸡最近变得很严重 有喷了这个盆 盖 莓 还是变 这跟卤有关系吗? 对 这个菜鸡 菜鸡因为它 是这种在辣的时钟 辣的时钟因为它大辣 你可能要选择一些这个瓶颈 它的瓶颈就算对它这个瓶颈就 比较敏感 所以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菜鸡很重 所以如果是这样很容易 这个瓶颈你如果选择 比较脆的这种 比较脆的就比较脆的 但是有时候 很多是比较脆的 你的瓶颈本来就比较劣 这个瓶颈本来就比较脆的 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在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水分 水分要把保持好 就是说 不要太大 如果太大的时候 这个途中水分 会减轄的就比较容易 来给这个瓶颈 所以 这个 大火的这个 水分 大水的变化 水分 太多多 太多 这种都有可能 这就比较容易来给这个瓶颈 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土壇太淡 这些太大 向用瓶颈的瓶颈 还有一个就太淡 缺盖缺盆 这也是会去 申请到这个 劣告的这些 这些现象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 有时候你如果是 看那个 这个瓶颈 他如果敲开 他看 看那个瓶颈 是不是 他的这个 法力 比如说 警察 如果是 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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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是他的生理本身受粉不良 受粉不良的時候 這也會引起生理劣果 所以大概這三種的一個原因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盡量是可以的 地頭那裡那裡不是蓋塑膠布 還是說沒有就是把他長頭 長腳的地方是塑膠布 就是說保持那個水分 不要讓他想過頭 想過頭搭就對了 那你如果是說 鄉鄉 如果是去到鄉鄉 這很容易的一枚子 你就很容易 如果是水分大膽變化 想過頭大 很容易就轉給他這個壁櫃的 所以這部分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少了解一下 大概是這樣 如果是這個鄉鄉 算比較脆皮的這種的品種 這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的藥館 就說從這陣子來說 如果是比較容易有這種情形 算他脆皮 如果有時候這個問題就比較大 所以 平靜是我們要去注意一下這個藥店 再來就是水分不可以大膽變化 不要太大 但這個上次是這樣 來控制好水 就說 稍微補 這個補都補不夠 尤其你散開裡面 雞是 算你散開裡面 整個都好水好水 這通常含水分的一個變化 比較多 有這種原因 最主要還是跟水分 水分有很大的這個關係 所以 漏漏當然是其中的 為了要 防止說漏漏 他一下子吃了太多水 這樣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在這個在觀光的時候 要保持一定的解析濕度 這樣 這不可以太乾 因為他的皮膚都是因為太乾 太乾 來的時候 平靜的 他就吃水吃太多 就都變化 所以這個 大概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給你稍微了解一下 這大概是 這類的情形 提供給你做參考